但是艺术家我觉得他痛苦之处 也在于你面对的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自由 其实我决定我做一个艺术家了 那就意味着我可以 或者我不打算进入这种 主流的规范的这种生活道路 然后我就感觉我好像一直在缝隙之中 去生活 然后在他的边缘之下 就是去给他做补充 不能够发出自己的那个声音 然后我就发现 原来我的艺术家身份变得非常的重要了 往下要说那个东西 为什么能这样子 是基于我真的是不结婚 不生子 不建立家庭 不买房子 也不买车 甚至就是 就是还是找童文强 我会觉得现在大家会觉得童文强是一个负面词 我觉得没有 我的童文强太少了 我要更多的童文强 我想起来 我想起来我刚毕业的那段时间 我们吃了一顿素饼饭 然后那时候我们老师跟我们说 你们要厚着脸皮 啃老啃到四十岁 不然你这个艺术就做不下去了 我现在想的是我们这些例子 对于那些 对于这种主流人生适应的很好的人来说 是没什么参考性的 我们能提供的参考性就是 本身在这里面待着不舒适的人 那可能本身又有点别方面的兴趣和才能 那其实也可以试着成为童文强 是这样子的 哈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六拜状态节目 我是主谱鬼叶子 今天我在小州村在左千阳的家里 我们来录这期节目 我邀请到了三位艺术家的朋友 然后想跟大家聊一聊 这个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然后从飞鸿开始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我叫欧飞鸿 然后我有一个 有一个叫什么 我们粤语说有一个发明叫广东王 就是一个公众号的名字 然后有时候我也会用这个名字来签名 说签名 就比如像做图压什么时候的 然后我还有一个本广大画廊 就是一个线上画廊 然后也是一个走公书 这个杂志的编辑之二 大家好 我是千阳 我是潘思洞的洞主 我们潘思洞在做的就是关于 去收集女性的生命经验叙述 我还有另外一个组织叫女儿国 那个就是在和大家一起去做一些探索 女性和女性之间发展出公共关系的可能性 然后现在在主要是在做书和线上的写作 没有啊 你还做作品啊 个人作品 哦 对 老画画 老厉害了 然后我还就是除了这些就是和别人一起去玩的事情之外 还有就是自己在做一些创作 那么最近在做的主题跟妈妈有关 然后三月到四月的时候 在广州飞美术馆有一个木兰的展览 然后下面有一个我的作品 对 之前你们木兰不还有一起在作品 这边还有展品呢 这个就是你看那个眼泪的 对 眼泪的故事 大家好 我叫灯瑶 我原先是一位诗人 然后创立了一个小组叫扑可工厂 然后就在偶然的命运的催动下就开始做艺术了 然后我主要的创作形式目前还是诗歌 但是我现在也在尝试就是跟社群的伙伴们进行更多的一种互动 互通和一些激发 然后我又最近弄了一个小组叫做Lava Lake 可能会过正的去海南做一些研究和创作吧 这个介绍结束之后 我想请大家能不能简单谈谈你们的艺术团体吗 就之前你们其实搞过一次线上的 咱们这次主要不是介绍这个艺术团体 但是可能简单的先说两句 对 讲讲你们的艺术理念团体的做些什么 倩阳应该是谁 可以说的更具体一点 就是比如说那个盘斯洞是我来广州的第二年开始做的一个东西 因为最开始我来到广州的时候我懵逼了 就是这个地方他你要去做那个艺术实践或者创作 好像跟我在北京的学院里面的那个氛围特别的不一样 就是在做这种作品 然后架上的作品这些东西的时候在北京是有效的 然后但是来到广州之后我发现没有人关心这些东西 没有人看这些东西 然后他好像就变成另外一种味道的东西 就是变成一个你好像是一个老学鳩 然后你追着人家用去看让人家看你那个用点堆砌的这些文章什么的 然后但是别人对这些典故并不关心 对 然后这个就失效了 所以我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再反应过来 而且我为什么会就是刚提到我在做这件事情 跟性别都有关系吗 对 就是因为之前上一段的那个 关系亲密关系里面 就是他是一个那个就暂时称他为蟑螂军吧 就是蟑螂军他是一个艺术主体非常强的男艺术家 主体非常强的男艺术家 所以就是我 但是我其实是很多东西不太清晰的那个状态 就是我只要跟他放在一起并置 我就发现我会被他覆盖 就我作为这个人还有作为艺术家这身份都会被覆盖 所以我其实感到一种危机感 端座盘斯都不全是从他这里就是来的 但他有很多就是在生活之中积累的一些愤怒 然后这个愤怒推 就是推着我就不得不去 就是创造出一个 在广州这个地方叫做单位 或者说是一个项目 或者说是一个组织 然后你通过这个东西把你的身份 就是因为之前会被困在一个亲密关系的 就是私人化的一个身份里面 作为个体 但是这个个体是就是 一性恋情侣里面的就是那个一括号零 然后我就是那个被取消的零 所以就是当我要用一个单位作为缓冲的时候 就是这个主体感就不用再去纠结 然后你可以用这个身份去跟别人对接 就是具体一点可能就是说为什么会被取消 可能就是你跟他一块去做一件事情 但是那个事情可能本来也是你的想法你的发起 但是但别人会认为是他的想法和他的发起 然后最后只感谢他去看见他 然后或者是就是跟他一块出现的时候可能只会介绍他 但我的那个介绍就会变成是张良君的女朋友 十分理解 对所以这些东西其实会给你造成很多的痛苦和愤怒 对困扰啊 就是就是所以通过我就想要通过一个单位的身份去消化这个东西 然后现在盘斯洞就是他首先是一个在小州村的一个空间 然后这个这个就这个小就这个房间 然后这个房间里面就他呃经常会去办一些工作坊 就有主题的或者是就是碰到合适的人的话会一块去合作 就我们最近做的一个是女子躺平小组 啊和一涵还有小狼他们一起做的 那篇推送是小狼写的特别有意思 就是呃因为躺平他就是之前小五写过一个躺平主义宣言 然后小狼认为说这个东西他没有就是还不够具体 对于女性的生活来说 所以他就写了一个比如说呃你每天上班被上司喝赤 那你来到这里你去你去对别人摆臭脸 那也是一种躺平 然后或者是疲于每天化妆去应对这些 交在正式的场合里面去疲于这些就是礼仪的东西 那你来到这里可以放弃这些礼仪 所以我们那一次就尝试了一个躺平的活动 然后像你之前不是来过就是我们做的关于那个铁链母亲的 呃涂鸦的工作坊 嗯嗯 我看你这个书架上有挺多这个呃女性主义相关的书 就是你什么时候开始关心那个女性议题的 19年吧 就是19年疫情还没爆发之前就是那个时候 因为在上厕所的时候被人一个男的偷拍了 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变成一个开关 就是这个愤怒再也无法压抑住了就是之前我会把自己区别于就是呃我从一个可能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就是可能在之前我对 性别女权我目不关心嗯 我会觉得哦这个是事或者是就是微博上面大多数人不名化女权的那些人的那种印象 然后也不认为就是什么认为女艺术家要是打着女性主义这个旗号就是在占便宜 我觉得然后因为这个事情就是我突然感到了一种非常愤怒就是凭什么我已经避让了这么多了 你为什么还要来侵害我然后然后我就意识到了就是就是原来当我真的进入到这个女权的这个世界里面 女性主义的这个世界里面我发现跟我以前的那些偏见是完全不一样的 实际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东西然后我觉得这里面还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嗯可需要去做的事情我觉得我现在就在做盘斯洞或者是在做女儿国收集这些女性的生命经验的叙述 然后他可能就是像是大海里面的一滴水然后我只是做完我这滴水的那个责任或者是呃我能做的这些事情 然后我觉得可以有就是应该也会有更多的人同时也在做这些事情 盘斯洞这个名字是怎么起的 因为呃他是跟一部就最开始我是刚好看到一部电影那部电影特别老1927年的一部电影 他那个电影就是里面的那个浮化道特别的傻就是在当时用好像是雷雷射的一样的那种场景 而且里面的人穿的非常的裸露 然后我我当时觉得就是就是我会觉得 这以前就是他好像跟我那个断裂有关系嘛 就以前你看蜘蛛精你会觉得哦他他他就是一个坏人一个不好的形象 但是就我在后来就这个转折之后我会意识到就是原来是因为有攻击力的女性 不符合男性期待的这个这个父权社会所期待的女性 然后他们有力量有攻击力有能力有知识 还有法宝然后张牙舞爪然后有法力 然后所以只是因为这样他们他们有魅力然后有有信张力有这些东西 然后他们就会被污名化成这些东西 然后我就觉得我想要获得那个就是我想要获得这些形象上的这些东西 然后他们好像就会变成我的一个指引就是蜘蛛精或者盘丝洞 他变成了一个指引想要往这方面去做努力 因为我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我人能是这样的 我可能也被压抑了非常的久 然后我可能就是像刚刚说的 就当别人只介绍张郎君的时候 我其实我在我是在场 而且直到现在我可能也会考虑说这个场所好像不太适合我去皮肤抗议 然后这时候我其实对自己是不满的 因为我好像在压抑自己的愤怒和攻击力嘛 就现实生活中我还是感到无力的一个人 所以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指引 我第一次知道就欠羊 就欠羊那个这个彭斯洞 特别是我看到就是他发照片就是他的在他那种门里面 然后这个门上面嘛 就是到时候你放那些照片 对就是是有点像就是他就雕塑了嘛 然后那就用那个很什么很很常见的话的廉价的一种材料 然后沾上然后再沾上瓣斯洞这些是 其实太酷了 就在一个小州的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出租屋里面 就是他自己居住的这个地方 就是他把自己居住的这个地方命名 然后他变成了是他自己要做对外连接 出租屋型的这个功能和他居住合在一起 就我这个就是我不知道就是说在广州 或者说是我个人是觉得特别认同 或者说我觉得都不是认同是某种 我看到我会激动就是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就是 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 他是就人是用自己的生命去做做时间 嗯就是我会在自己身边会看到不同时期 看到不同的朋友 然后特别是女性去是这样去去优生实验的 就是时间这个时间里面他有艺术 也有对生活还有对个人权利更主体的这种时间 就是所以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 就像他有了这个这个凡事动态 我会觉得特别的特别带劲 我看到这个名字反正当时也觉得 还是挺挺有趣的 因为就是说 你起码是寻找到了一种这个女性的形象 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叙事当中 对就是我一开始可能本来会以为 就是你这个里面是比较危险的 但其实我是觉得非常的温馨 嗯对不对 他是一种包裹感的状态 我想做到这个 嗯就是我今天一进来以后 我觉得这边磁场让人非常放松 哦我还是觉得挺温馨嘛 就是我的感觉倒不是温馨 我觉得就是会让人把一些重心会 就是还会落回到自己身上 就有这种感觉 所以对比起来可能自己还是一个很交往的 这个就社交的一个 不共性强的 还有一个感觉就是这里可能你会 就特别到了晚上这个灯是开 经常会开的很暗的 然后你会有一种边界消失的感觉 就之前来过来住过的交换住宿的一些朋友 他有提到过 嗯我也是 就是到广州这边吧 发现哦这边就是生态很繁荣嘛 就是好多小单位 然后大家也在强调说做社群 或者是艺术家本身的这种生活也是 跟这个生产本身是融为一体的嘛 就会讨论这个关系 嗯 其实我的经验是 我最早就是做社群的 嗯而不是说艺术作为起点 嗯我 在就是做社族艺术领域之前呢 我本身是做一些就是性别小组的 就是NGO这些 对然后 所以我一开始做那个浦口工厂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也是一个实体空间 就是有一帮朋友我们正好在 南京的郊区在浦口 那边房租挺便宜的 我们也合租了一块比较大的地方 然后客厅可以办一些活动 然后又经常会有一些天南地北的朋友 过来借宿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地方 命名为铺口工厂 然后 那恰好我们其中 几个成员也都是会做一些创作 我就想着 那我们干脆也做一个公众号吧 把我们一些产出给汇集出来 然后大家的行 大家 就是趁手的那种体裁都不一样 有的是文字嘛 有的是影像 或者是摄影 或者是音乐 然后我就觉得 那我们要做的话 就做一种去取消这种 体裁边界的这种声音的汇聚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是 给那个浦口工厂的定位 就是我们是一个声音的从促 就是各种各样的声音 我们都会让它们汇聚在一起 像一条河流也 那浦口工厂有几个成员 这个人 是这样的 我觉得我们这个小组 可能它是分为一个作者 或者说是社群伙伴和运营者 两个身份 对 然后目前运营的话 是我和小猪 就是包括上次那个 跟潘斯东一起做 做天台图压的 和我一块做的 对 是的 嗯 然后 呃 但是就是这个声音呢 其实是来自于我们 还挺庞大的一个作者群 天阳也在里面 也在 你不在里面吗 产粮区 哦 对 我其实记得我没有缠什么粮 缠过 对 我们就是会把 嗯 所有会如果我们 集中的声音的朋友都邀请进来 然后大家平时也会在一起 分享一些对于一些事情的看法 对 包括时事啊 也包括一些比如说自己感兴趣的领域 然后就是一起学习 然后也可以分享一些 生活上面的问题 包括群里有些母亲 他们也会就自己的育儿经验进行一些交流 就是这样的一个 算是比较开放的一个社群吧 嗯 对 对 那副口工厂这边的创作 包括项目 有没有一些 比较经常关注的主题呢 哦 之前有梳理过 嗯 比较大的几块 一个就是 嗯 我们每一年都会做那个妇女之声嘛 就是我们有很多 嗯 作品也是比较关注这个女性主义的 对 然后 还有就是 嗯 嗯 我们有很多社群伙伴 可能本身也算是 嗯 行动者或者是 有一些社会实践的这些朋友 然后 所以嗯 我们本身会带有一些就是 嗯 草根抵抗的一些 一些经验在里面 对 然后我们也会 比较关心一些 嗯 嗯 比如说是小镇做题家呀 或者是我们 嗯 一种大 小镇什么 小镇做题家 做题家是啥 嗯 嗯 做题是哪 做题 做题目就是刷题 他们没有什么 嗯 更好的教育环境 并且能够通过考试 然后去获得 就是从很强烈的激烈的竞争之中 就是可以衔接上的 没听过 嗯 对 对 还有 嗯 嗯 还有比如说 嗯 我们也有些做教育事件的朋友们 然后会 就是我们会在一起 分享 打口教育这样的一个 打口 打口教育 就是 因为你现在在制度下做教育的话 你是非常受限的 嗯 比如说不在课本内容的那些 就是 题目你可能都不该碰 那碰的话就会有很多风险 你只 只应该老老实实的完成你的教学任务 但是 如果你在这个制度下 你还是有教育理想的人 你还是想希望说 教育本身是人和人之间一种灵魂的对话 如果你就是比如说相信那个弗雷勒 就是 保罗弗雷勒之前去世的一个教育家 然后 如果你会相信这一套的教育理想的话 那你会想在这个现有的制度下做些努力吗 就 我们就用了一个修辞叫做打口教育 打口就是有点像那个打口蝶的意思 对 就是 偷渡一些就是 人性的火花进来 对 然后还有就是可能LGBT主题 我们这边也会比较多 嗯 对 因为我们早期的社群成员 就是 还是性少数都挺多的 我之前也是做这方面的 NGO的 嗯 再就是国际主义吧 这个也是我们比较关心的 嗯 还有生态 生态现在也是我们 嗯 比较关心的几个 嗯 是哪一板块 生态的哪一个板块 嗯 其实我觉得生态这个东西 其实也可以跟我前面提到几个点进行对话 嗯 就是 比如说就是最近那个大海的那个事情就是 嗯 嗯 就是外滩上面长草了 然后还要强行把这些野草给清零 就是把人清零还不够 还要把野草清零 那他这种对呃呃呃呃这种自然的这种呃呃管辖或者健阅 就是跟对人的那种治理思路是完全一致的嘛 对 嗯 嗯 明白 最宽泛层面的那个生态的这个 对我觉得是比较宽泛的 包括生态女权主义 其实也在这个讨论的范围里面 那你们关注的这个范围还是挺广泛的 对 然后会在群里面聊一下这样子 大概就是成立到现在有多长时间啊 19年 那是19年 哎 这也是19年欸 对 我是觉得19年作为一个节点 我自己感觉啊 可能是18年我感觉是很多 呃 线下行动开始失效的一个年份 嗯 就受到这比较广泛的一个清教 然后可能大家就觉得啊 那可能艺术它作为一种替代性的实验 它这时候有它的价值 甚至我觉得相当一部分的艺术家 他 他开始面临了就是说 他已经觉得同时啊 就是在艺术行业里面的这个视角 和做实践也同样意味着某种失效 嗯 所以像我们也会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因为我觉得艺术家 他也有某种敏感嘛 segue 我认为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敏感啊 就是会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会来到了行动这一块 就是可以交集在一起 开始融合 对就是会有这样 雷虹你介绍一下 我就是我在广州已经住了20年了 就是怎么回复呢 就当然就是说在做赤子之前 其实我在广州也就这个所谓的20年的话 这个经历一开始也是作为一个个体的时候 就是说十多年前 作为个体的话 你面对一个还是很庞大的这种 类似像这种权力在家 就是国家在家资本经济 这个市场经济的那个 就整个人会特别的就无助和迷失的 那当时候其实我们的方法很少 就像作为我个人 就是其实大概都是花了十年前 十年的时间 就是在不断的在这个缝隙里面生存 然后包括摩索 主要是生存的 因为还不想996嘛 就不想就是我今天要谈论的 包括我现在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有一个底色是这样子的事 就我不结婚 不生子 就不建立家庭嘛 不买楼 不往这样的一个 不买楼买房 不买房 就是说就还是我已经在对在这个社会里面的那个身份放弃的差不多 我是基于这样的一个人生价值观来谈论我所遭遇的和要做的事情 从某个层面来说 其实因为你放弃的多意味着你的对我个人认为自由度选择和退路越多 就你要放弃的东西多嘛 所以我就是像另外一个打不死的小强 你说强哥吗 反正就是要10来20年嘛 就是这种在缝隙里面生存 就是生存下来了 的前提就是刚才说那个 但在这个10年当中 毕竟就慢慢就是在广州 其实我大概有10年时间没有出过广东 就是毕业之后真没有出过 就因为我那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和没必要去去广东 就那时候真的是因为的 我博客时代的时候在北京啊 在其他城市都有朋友 他们会说你来啊 随时来啊 我家可以住啊 什么我就觉得不想去 就是因为我在这个地方 我还没有解决好我生存的意义啊 然后包括我要就是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啊 就类似全部都没有解决好 所以就没有 但但在广州慢慢随着时间的这个这个过去 但我说可能有点长啊 我今天快一点 就是会慢慢身边会有一些朋友 嗯特别是我是做一个70后 然后遇到80后啊 就85后的这一波朋友 他们会看他的他们的经验 就是或者说他们起步的这个时间造成带出了各种的经验 会激发我嗯就就是像后来就遇到像漫漫这样子 就是说这批朋友他们会有一定的资源 然后会有更好的时间的这种理念和方法啊 这里面的现在越来越明显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作为个体你可以不再看着那个系统或者那个权威和中心 就是但你可以用它 就类似这样子就是但我们 你说怎么用 就是就我们那这些我们最明显的就是说到现在就是我们可以利用互联网啊还是怎么样 我们自己的主体是什么呢就成立单位嘛 就是成立单位 然后我们自己去自我学习 自我教育 自我 自我 不全就是不全就是单位化嘛 就是 所谓的自我实践嘛 就你可以自己做东西 然后就利用 就然后包括慢慢我们互相之间搭建网络 或者是我们现在说的社群 然后 然后包括又特别是网络时代嘛 这个东西它个人的能动性就慢慢就开始在这里出现了 就你不需要再作为艺术家或者你作为艺术实践 就不需要一定要 削尖自己的脑袋然后去钻进这个 艺术实力 就艺术行业 在行业里面 嗯 但我们原来发现就是可以这样子 我们自己可以做不断的做 然后互相我们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平面的 就横向的社会的网络关系的时候呢 那别人会看见你 会更多的同伴看到你 然后也所谓的那个行业的他们权威那个东西 它开始慢慢就是因为我们人就是大家都在做 然后他们也会看见你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跟我会认为就是跟那个系统 跟这个行业 我们是平衡平视关系就是这个 我以为蟑螂军会认为这是一个俯视关系 他从边缘俯视中心 我觉得他是平视吧 平视已经很不错了 对不对 一不小心就被人家俯视的 真的就会这样子的 所以就是像我 就是与公众号 比如像一个叫广东华的公众号 来去做自己的项目常见 就是艺术项目常见 然后包括后来慢慢又有画廊 所谓的个人画廊 也是基于就是我们生产有生产 然后要销售这块也可以有我们自己做 不需要非要依靠真正的系统内的画廊 就包括后来到也是19年底做的赤子 差不多这个意思 当然在这个当中我就原来还是自己去做这个单位或者项目 后来就到赤子 赤子的话就会邀请了陈奕飞 两个人成为一个小组 这样去做这种时间或者运转的 我觉得我可以从我的视角上理解我来广州之后 我突然发现了一种可能的做艺术时间的方式就是 你原来自己可以成为那个中心或者说是你可以自己去搭建一个平台 然后你作为那个有凝聚力的人去吸引一些人过来跟你发生交集 然后或者是你主动的去寻找这种交集 包括就是在我接你这个话题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作为一个中心 然后比如说方法慢慢大家摸索也很明 就是很有效就是所谓的单位化 之后呢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体 然后进行互相交叉连接就互相交叉 对吧就是就是每个人的主体的方向 它是有同质的那一块一样 然后又有差异性的那一块 就是这里面就是 它就去可能某种程度上面去除了个体的那个主体性的焦虑 是这样子就是所谓的单位化 然后有可能那样我不知道啊 但这个是其实是大家共同的 共同营造出来的一个东西 它不是某一个人的发明 是 就其实单位化这个 这个这个没想到就是今天怎么聊 这个时候也想到这个东西啊 就之前我们在在巴黎的时候 其实也讨论过这个事情 就因为当时我们一大堆这个文科生在那边搞的 一个叫乌尔姆之夜的这个机构 或者是组织或者叫单位 结果后来我们大概搞了一年多 就解散了 我们当时在干嘛呢 主要就是搞一些这个 其实就是人文沙龙的这种活动 然后讲座之类的 如果后来解散就是当时大家在搞的时候呢 就每个月会有一次聚会 然后聊天啊 好多的东西大家都非常开心 然后就是你有了一个方式 来把就是在巴黎当时这些朋友 或者文科生 感兴趣的人都能聚在一起 包括有读文学艺术的对 哲学的居多 结果后来就是 这个解散了之后呢 就我们大家都都很难受 因为就是你缺少了这么一个 这个平均吧 或者我们叫单位之后 大家就选择在一个什么方式 就是再重新一起来做些活动 然后这样的这种社交呀 还有这种情感也就衰落了 对所以当时我们就重新去思考 单位的这个繁益 对 所以像像那个结束之后 就我们才搞的这个 就我自己重新又出来 和那个小板 就我们一块做这个播客 也是想说就是说 哎既然就是之前 因为那个疫情以前的事情吧 就是大家还就五湖四海的 整个欧洲大串的研究 从从 又又从荷兰来了 也从这个意大利来的朋友 对然后我是从比利时过去的 那后来就是说就是 一个替代的方式 就是说 邀请大家就 来讲讲自己的这个研究 对 那我想想问 想想就是以前 那你在北京的时候 你们当时的这种艺术的形式 都是怎么样 因为你说你发现 你来到广州之后 是感觉不太一样的 嗯 我很难 我可能说的不算是一个 对北京的艺术生态的总结 我只能说是当时我的周围的环境 是这样的 嗯 可能很多的人都会 在做一些很具体的 就是物质化的作品 比如说雕塑啊 然后绘画呀 它可以放在百合子里面去展出 然后它遵循的是一套艺术的与会 然后这一套与会是 就是几千年的或者雕塑可能短一点 几百年的这样的历史 然后你要用这些语会去 学会它的语法 然后学会它的单词 然后再用这些东西去说话 然后说出来的话就是作品 然后那些东西其实 嗯可能在那个环境里面 其实我还会觉得有一点 有一点不平等 就是艺术家和观众之间的这个不平等 嗯 也不平等 嗯 就暂时先抛开这个艺术家和 对我先具体就是说一下 为什么艺术家和观众是不平等的 就是首先你要 就它已经默认为观众了 其实观众这个词 它就能够体现出一种价值观 就是不合之重为观 嗯 它其实就是已经预设为 这些人是需要被我启蒙的人 然后我通过我的作品去启蒙 但实际上的情况就是 你创作出这些作品 然后观众最多最多最长的时间是20秒 然后在你的作品前停留 然后他不会对他的人生产生什么影响 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去做作品 完全是一种意淫 然后这种姿态是没有办法和人交流的 没有办法去去建立一个连接的 嗯 然后呃 我在最后就是 而且艺术家他会 就是在那个环境里面 好像大家非常痴迷于 就是说我要去和什么公众发生交流 然后就是大家都在讨论这问题 怎么怎么让人多进入到画廊 进入到美术馆 然后再谈这些 我觉得我觉得这个方向是 就是如果你要做这些东西的话 做作品肯定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可能像在广州这种实践 它会更靠谱一些 嗯 可能确实会跟 呃 区域环境或者 嗯 甚至是不是 就是地理环境氛围都有关系 是的 这个人这个社会结构啊 发生变化都有可能也都有关 哦 就是我很多年前看过卡古斯基他的 这一记他里面讲到很一点 就是这个是很标准的精英主义的那套 就是对于以前就是传统电影 约线电影来说 他是有效的 对艺术电影 他会说啊 嗯 就我拍电影不是在取悦观众 如果我取悦观众是对观众的不尊重 就是他们会用这一套吗 就以前就我以前看我也觉得特别厉害 因为就是就是流行观众就是后来物大片是在取悦里 然后麻痹我们这个确实也是成立了是吧 然后他就会说我是怎么样 我是表达我自己 然后我是很真诚的去在电影里面去展现我自己 然后坦路坦路对就是坦路我自己 啊然后是我这个坦路是是充分尊重去看我 电影的人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 然后那所以他同时也会要求那些就是看电影的人 他是要要就因为我是百分之百投入了 所以你们也需要百分之百投入 然后我们才产生这个交流 就是我觉得在台湖斯基他说的这个这个是OK了 是没有问题了吗就是精英 然后我充分尊重这样子 但是就是现在的语境他有点就是整个结构他变了 比如像百合子就是艺术展厅展览 然后信息时代就是而且这个东西也是权威化 那问题是现在就是随着所谓信息时代的来临 那每个人其实他的主体是OK的 就是我凭什么要就是就是城市生活嘛 然后信息化嘛就是我来你这里我就玩一玩呢 就我没那么时间要进入你的那个主体 就是因为你是在一头我要进入你这个东西嘛 就是所以就我没有完全否定这个东西 但是问题是如果艺术家是一直举步不定 就觉得我就是啊我军官表达自己你要你要进来 那这个东西就是 等待被阅读是吧 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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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会觉得一个艺术样式和官 和就是他的那个生产关系啊它会变的 是的嗯 我觉得阅读就是做观众和作品阅读 都算是一种好的关系了 我觉得仅仅只是观看 谁与当作背景 对对包括现在很多有好好多人会觉得分分不平 现在的观众很不尊重作品 就是去去那些画廊或者美术馆前面就拍照就走了 他们会觉得很不尊重 我说卧槽人家是给面子你 你也会长脸给你长脸 你们这些画廊你就可以当个背景啊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们的东西很无聊啊对不对 你只能配我周日 我周日就我996那么辛苦 我周六日我就去玩一下 然后我看那个画OK啊 你很漂亮我就拍一下 我觉得人家作为主体很明确啊 我都那么痛苦了 我在这个世界上面我要996 那我要进入你的世界 我凭什么要进入你的世界 而且还有这种高高在上的态度 我觉得人家把你拍进来放在小龙树 是人家就流平了 看得起人流平了 看得起人流平了 都是的 我很好奇你刚刚说 艺术家和艺术家之间的那个不平的 就还是金字塔呀 这个 就是你讲的我最近也在想 然后我就现在就觉得 搞乐队是一种蛮好的形式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 你其实在同一个空间吧里面 或者说场域里面 其实你跟那个观众是有一种不懂关系的 就是只要有一个同样的节奏出来 然后你们可能会有身体上的互相响应 对然后我就在想说 那比起被阅读的话 我觉得我作为创作者 我的体验好像确实没有说 跟观众完全在场 然后有一种 经历一种共识性的这种 体验来的深刻 然后我直接看到大家的反馈 对或者说就是他这个在这个场合当中 本身就是一种就存在一种交流 所以我现在就是蛮想说都做一些 比如说有些现场性的东西 但写作也还是不一样吧 媒介不一样 对 他跟交流的方式也不一样 而且读者的门槛更高 对我觉得写作还是很 戏剧我觉得更interactive一些 这个其实有点好片 就是确实是不同的 媒介它的这个方式是不一样的 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 能不能分享一下你们就是 是怎么开始这个艺术创作的 这样的一个经历 要从哪里开始说起啊 从小学呢还是从大学 我告诉你我的第一个艺术创作 是我的人生污点 就是我在大学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就六一儿童节 你正上的那个 我们的那个学校是有那个发展 嗯就是六一儿童节画的 嗯我画了一张五星红旗 到底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的坐在我背后的女班长 她也画了一个五星红旗 然后说那你借一下你的拉笔给我 我也画一张我就画了 然后我们两张五星红旗展在一起 就很开心 这个就是我的艺术的起点 好 艺术的起点 什么时候开始讲 我就是从那个国旗开始 哦 我觉得其实要从小学开始讲 其他是一个传奇士嘛 如果以后这个人出名 他就会变得一个传奇士 但也要从大学讲起 可能就更具体一点 就是嗯 我其实 从小学看讲起 就好像本来就对 就是冥冥之中有一些吸引 就是我原先可能是 就是我碰到了一个女女生 嗯 其实是两个女生 然后那个女生她 不知道为什么 让我特别的着迷 就是我想靠近她 我想跟她说话 然后她当时在画画 然后呃 我觉得是友谊啊 嗯 对就在广州这个环境里面 这如果不解释清楚容易误会 然后然后就是我想要 进入到他们的关系 进入到他们这两个小团体 因为他比别人看起来都更成熟 嗯 然后他们好像一直在 窃窃私语 然后我想加入进去 然后我就 他们两个都喜欢画画 然后就好像是他们一个连接的方式 所以我也开始画画了 然后我觉得 后来慢慢的就 开始着迷于这种 材料这种媒介 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 我觉得我的那个 呃 就是 理解的速度非常的快 嗯 然后 然后 嗯 那个时候对艺术的理解 可能 就是 也比较肤浅 就好像就是那种 特别满足于官能感的 甚至 呃 那种绘画 就觉得是特别牛逼的绘画 然后 然后等到进了学院里面 其实也 挣扎了很长一段时间 因为发现原来 这个 这个地方不能够给我提供 那个 他考前班的时候编织给我的 那个梦想 然后 然后 接着就是 很长一段时间 在和这个环境做对抗 嗯 但也比较幸运的就是好像 假如你怀着一种 袒露自己的 真诚或者善意的话 你向往的一些美的东西 一些好的东西的话 好像你就会一直被一些东西吸引住 然后 然后就遇到了一个 嗯 不错的 工作室 然后这个环境很好 就大家都比较纯真 老师也很纯真 学生也很纯真 就在充满竞争的这个环境之下 就突然出现一个很边缘的 也自己 就是大家都自己把自己 放到一个很边缘的位置上面去 去再从事自己喜欢的事情的这个环境 嗯 然后在那个环境里面 嗯 就是通过 谈话 一开始我进入的时候 其实我听不懂 他们在说什么 然后我尝试着想要听懂 然后在这种努力的 听懂的这个过程之中 就是开始 开始又点燃起了一种对艺术的爱 或者是一种追求的心 然后它就变成了我寻找 个人的存在的意义的一种方式了 那是不是在当时你作为这个美院学生的时候 想进入这个艺术的这个场地 是不是也感受到了一些非常强大的这种壁垒 就比如说你刚讲你说你不太听懂那么谈话 还是不是也因为就是有这么多的这种理论呀 符号呀 概念呀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 对 我觉得这个壁垒都是一个快要到达胜利之前的那个黎明的黑暗了 就是在此之前就是感觉美院的环境真是鱼龙混杂 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还是挺多 就奇怪的老师然后不太让人很失望的艺术还是蛮多的 然后我可能几度都是想放弃做艺术 所以最后好不容易碰到这个它是很朴实的 甚至是也是自认为边缘的然后是垃圾贫穷深美的这种 这种状态里面反而吸引了我 这个意思就是说特别让说就是那些听不懂的话 反而是有它是有某种民主的这个交流在里面 对它可能是黑暗中的某一种曙光了 它不是权威式的那种压制权威式的 对对对 只是你听不懂 但是它有很多有某种民主的善意在里面是不是会 会是的 其实我在的那个环境里面是一个充满权威的环境 然后我头一次见到就是这个老师从一个高高在上的 自封的这个高台上面走下来 然后他愿意去跟我们去讲他的一些 做艺术之中的遇到的问题 然后最近关注的事情 然后还有就是很朴实的一些生存经验上面的分享 然后关于他自己个人的 关于他的艺术实践的道路的这些东西 而且我特别喜欢他们的一点就是 嗯可能我们当时在做的东西都不是特别的成熟的时候 他会很要去把我们的东西 他会默认为是一个具体的可以讨论的东西 然后他在讨论 然后 然后就会让我感觉他他说他说他对待我们 他觉得一些老师都会说艺术是不可以教的他们感觉 但他们他们会用一种对待我们方式好像是 帮我们扯一下毛线 就是我们现在是一团乱马 但是我看到了一个线头 然后帮忙扯一下 但是剩下的路你自己去走 嗯嗯 就是作为中国的人 他需要被肯定 嗯 稍微是肯定一下 然后就是感受一下这个 他的感受一下别人 然后用自己的经验帮忙扯一下 嗯 就很不一样 这个其实是作为老师最最最最基础的那个东西 嗯 但他又变成了一个很稀有的东西 是的 变成稀有 就是教学任务之外的 因为其实在那个中心的那个环境之下 大部分的老师和周围的环境都要求你去服从某种标准 而不是去感受我们 而不是去感受我们 不是默认为我们本身就是一个有主体的 有自己的标准有运行轨迹的人 然后我觉得这些老师他可能会 在我们还不清晰 还没有看到的时候 他已经默认这个是一个前提了 嗯 因为我们也跟随他的主体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当有一个老师画的一个人 他会去感受我的时候 然后感受 然后用他的经验说出一些一些就是一些话的时候 就已经变成是特别难度 嗯 这样 所以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源于这种快乐 就是好像你像一个失了的柴 但是你被点燃了 嗯 就是在某个时刻 你发现你自己突然就是燃烧起来了 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艺术带给我最快乐的事情 然后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想把这个传递 那当然能不能讲讲你刚开始做创作的一些经验 其实在我做创作之前 我已经做了好几年的文艺青年 对 然后就是 所以文艺青年就是一个存消费这些的一个状态吧 嗯 但是我 真正开始创作的契机呢 是我大四的时候因为抑郁症休学了一年 然后那个时候可能自己也有些比较 在精神上面很直撞的一些情绪要表达 然后我就开始写诗 嗯 因为文字可能我从小来说这方面领悟力就会比较强一点 然后我也很直接的选择这种方式 然后一开始写的东西肯定就是不成形状的 但是我发在豆瓣上呢应该也是被一些 有一些就是写作经验的朋友看到了 然后就是觉得我蛮有这方面的天赋或者潜质的 然后就开始给我推荐很多的诗歌作品来阅读 然后我慢慢的大概也知道了 怎么样是一个就是更有一种内在要求的一种写作样貌吧 嗯 嗯 就我觉得这个过程里也有点像说 前阳刚才提到那样就是线头还是被人扯了一下 但这个扯线头未必是来自于就是这种 教学系统下面的老师嘛 因为这个只是一个同龄人之间的碰撞 我觉得也挺好 然后我之前也吃饭的时候跟你聊了 我就觉得写作这个东西就很像是做饭 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做饭 嗯 对就每个人都可以写作 但是如果说你要达到一个比如说标准的烹饪的水平 或者说大厨的水平的话 那就是要付出很多努力的 对是 是 技术 对还是有技术 技术要求 嗯 OK 那下一个问题是想问问几位啊 就是大家是怎么去看待这个 嗯 艺术家的这个身份 我不要简单 就是 就我大概很长一段时间就是非常迷恋这个身份 就是你作为一艺术家 生存在这个世界上 但是对于我来现在来说 我会觉得我作为艺术家的时刻是非常少的 就我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叫欧飞红的人 就作为别人的朋友啊 合作者 某种亲密关系的人 然后当然 对 但是我在这个世界上 我作为一个家属的这个属性是特别少 他跟他比我作为艺术家的这个属性上在还少一点点 但我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会再问我自己 那我现在就是比较躺平的这个状态 那我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存活方式或者态度 就是就因为我也很少做作品所谓的作品 嗯我不知道 嗯 就特别像最近 嗯 我不知道就是艺术家身份啊 嗯 就我觉得我现在不是在做艺术作品 我但我还是会觉得 还是比较劝我是一个艺术家 嗯 就是大概是这样的 就我觉得艺术家不一定要 不一定非要做作品 对 对 那那比如说你自己的这个艺术家的这个身份认评 是怎么来的呢 那就是从画第一张国旗开始 啊 但我很快就会转到像就是 就对画画本身很有兴趣嘛 然后你会觉得这个画画这个东西它好奇怪的 嗯 它跟你 就是在小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可以跟你生活脱钩 但更多现在的时候会觉得就是 艺术是某种我跟世界连接的一个媒介 当然它会跟其他行业和媒介的区别这样也就是艺术它它有转化 就是你对现实世界和对各种的的态度感受和你要做的事情 你要有一个转化的一个能力 然后这个转如何转化是一是作为艺术家 它本身的一个一个它的那个它那个怎么说 它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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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密链秘密所在 嗯 然后这个东西是它会确实会让我比较著迷 但很多时候我是如何转化的 我已经不大就也不是很追选的 就是它突然刷的就是就是人还是跟经验有关系的嘛 嗯 就像那个制止是如何出来了 它是它确实挺神秘的 就是就你接到了一个你比较喜欢的喜欢的朋友 他作为策展人 嗯 然后他邀请你做这个怎么办 然后你会在想啊我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 然后你就在想想想要这个转化 那它就发生了 然后它某可能在你在在积累的 在不断的想这个时候的某一刻它就出来了 嗯 这个东西 我但我因为它是跟经验和跟你的欲望和跟你的 甚至跟你的意识形态也是有关的 但是它是一个转化 嗯 就是一个化学反应在你的身体里面 对嗯 那这个就要 后来的那一刻它是很具体的 就这个就是艺术就我的理解是这样子 当然它还有一个对我来说理解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你转化出来 那个东西它是可以跟 人至少是一部分的人是可以可以勾连的就是可以连接的 它不是一个所谓的高高在上控的东西去或者是一种荷尔蒙喷色式的那种 但我也不反对荷尔蒙喷色了 是不反对那你不能只把艺术实践当成一种射精行为 但我确实还是会认为我不会执迷于我是不是艺术家 我什么时候是艺术家我什么时候不是艺术家 就我会觉得经常我是作为一个人或者一个朋友存在 就特别好了 嗯 只是就说艺术家是一个底色 嗯就类似这样子 有时候我也把它领出来有时候就哎就放一边呗 嗯 嗯 艺术家是这样的 我有时候在想因为我不像你们一样都有这种美愿的背景 就是我不是在这个艺术教育体系下出来的人 所以艺术家对我来说 他你说往消极一点来讲他可能算是一种托词 但是从积极的层面来说我觉得他是一种 呃一种对于呃就是一种人生实践道路的一种宣明 就是我决定我做一个艺术家了 那就意味着我可以或者我不打算进入这种主流的 规范的这种正生活道路了 就大概是这样的 所以我是觉得说嗯 我我认为自己是艺术家包括诗人吧 在我看来都相似的 就是 就是一一就是我可能就是对于别人来说 就是他那种他的社会的分工角色 或者说嗯 他的 接收和产出他是净位分明的 对比如说我在这个社会上面 我要进行一些消费 然后我再进行一些生产 对我要给我们公司创造业绩 或者是我要在我的职业上面 嗯嗯嗯嗯完成哪些就是绩效吧 就是就是就是韩炳哲学讲过绩效主义嘛 对嗯嗯大概是这样子 但是但是如果我我的身份我现在是个诗人 或者我是一个艺术家的话 那就意味着我所触及的生命中的一切 他可能对我来说都是嗯我我吃进去的东西 那么我要在随时随地都会在我的身体内部完成一些转化的工作 然后这个当然最后可能会有作品呈现出来 那我觉得这意味着我要过一种 虽然不在这种社会的主流规范里面 但是我觉得是更审慎的生活了 就是我会要注意啊 我每天触及的东西 他可能都是意味着嗯 他是我的养料 对 所以我觉得艺术家他在可能在一些世俗的刻板印象中 他意味着你去过一种很堕落的生活 但其实我觉得相反 对他有点像那个普行僧或者说是圣徒的生活 就是你要克制自己 然后你要你要就是 呃让自己在某一种状态之下 然后这个状态他不太认可愉悦 不太认可就是享受这些部分 没有这个我倒觉得我很方向我自己 未必嗯好吧我很愉悦哦 好吧那可能因为我刚刚说的那个 让我想起了这种苦心声势的东西 我觉得我觉得要一整天去让我去 为了这个创作去积累素材 然后我要往这个视角去想 我虽然现在也差不多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是这样 但是我还是不认可这种方式 我还是觉得太窒息了 不然还阶段吗某个阶段吗 就是对我觉得是某个阶段了 嗯就是还是很较劲的这个阶段了 对我说的倒不一定是苦心僧的这种状态 就是呃就是你的人生就是属于时时刻刻 你大概嗯要要你不是需要去比如说我通过职业 嗯或者怎么样我给自己做做一个我社会面具的一个 性味分明的分化我上班了我就是个上班的人 我下班了那我就是一个呃跟我这些工作完全没有干系的一个人 我可能就从一个生产者彻底进入到一个消费者的角色里面了 那嗯我觉得这样是很多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这种生活方式他可能来说嗯他有他的辛苦 但是他也有他的轻松就是就是就是你不需要时时刻刻说 嗯你要去为你的呃该如何度过你这一天来做做决定 因为你你的社会角色已经决定了这一点 上班时候上班下班时候下班但是你要是艺术家的话 那你很多东西它里面是带一种主动性在里面的 嗯那我今天 我决定吸收什么或者我决定产出什么 他是有一个带着一种意识存在的 嗯对我是感觉是这样的 那我觉得这样还挺好的就是把自由的便宜和不自由的便宜都占尽了 嗯你没有艺术家吗就是嗯你当上班族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人他是渴望其实某种程度上渴望被统治被决定的 嗯就是他是渴望不自由的 嗯然后上班族他给了这种渴望满足的这种不自由的渴望 嗯然后但是艺术家我觉得他痛苦之处也在于你面对的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自由 嗯然后所以这种带来的痛苦也很大 然后假如你只在这个无穷无尽的自由之中的话 会很痛苦嗯所以你又有一个不自由的东西去给你 你把这一部分就是你对于社会价值就是普遍的普世的这种社会价值的给你的评判你也满足了 有一份工作家人不会再逼你的你也满足了 然后你又同时又占有了这部分自由的这种快乐 那千尔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吗 就艺术家身份这个 对怎么看待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 嗯我觉得其实 就是我可能一直我小时候很喜欢看小说 嗯故事就是文学塑造了我很大 就是叙事和文学塑造了我很大一部分的对自我的认知嘛 如果从这部分开始谈起的话 我就会很喜欢就是在文学里面他去承认和认可一个人的脆弱 一个人的失败 然后一个人的这种不体面狼狈这些部分的东西 然后嗯 然后我就会我自己可能也不是在一个有很友善的环境里面成长出来的人 就是我收到了很多否定就是来自家庭的否定和就作为这个性别本身 你也会非常容易被否定和被评判嘛 然后然后就是我会觉得这个东西拖住了我 就使得我不想就是让自己消失 然后我想挣扎出来 然后我觉得这个这个人的部分是先于艺术家的部分了 但是可能在后面就是因为我跟张郎君的这个恋爱 因为他激化了很多的东西 嗯 就是一个是 我本来我默认我是这样的状态 我会认为我们两个人就是 嗯 是两个人的关系 不是我们是两个人先 然后其次才是这个男女的关系 但是在张郎君的世界里面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艺术家 然后是全世界最了不起的艺术家 然后他的艺术世界的规定 就是他把他用话语去欺骗就是去传销成了就是是艺术本身的一些规定 但其实是他自己的一些一些规则 然后我在他的世界里面就是我永远无法掌握自己的这个主宰的权利 嗯 然后我就会发现假如我再继续去默认这个人的身份的话 我的存在可能会就是我的精神上 我的内在的这些存在可能会被他覆盖掉 然后也是因为就是在和他的这个关系之中 嗯 就是其实呃我觉得我在大家谈话里面可能会有一点突兀的 就是我会谈论我的情感 这个也是跟我的价值观是有关系的 我会认为就是情感和关系对于我的人的部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然后他构成了我其实最真实最赤裸的那一部分的需求 嗯就回到刚刚那个话题里面就是 我就发现在和他这个相处之中因为你作为一个女性 你你首先就会被无视 然后呃当你是一个女艺术家的时候你就会进入到一个更狭窄的空间里面去 然后呃当你是一个做女性主义的艺术家的时候 女艺术家的时候又会进入到一个更更狭窄的地方 然后我就感觉我好像一直在缝隙之中去生活 然后在他的在他的边缘之下就是 就是去给他做补充则呃不能够发出自己的那个声音 然后我就发现原来月丽我的艺术家身份变得非常的重要了 就是所以我其实可能在来广州之后就是这个环境他是认可 首先他是我的环境就这个人的生活的这个部分 他是就是很重要的是最主要的这部分跟北京是不一样的 然后其次就是这个环境里面他认可你的个人的需求 你可以去讨论你的这些被认为是私人的东西的事情 然后然后好像在这个环境之下就是我就发现 我开始可以找到我自己的主题了 我开始可以确认我的那个艺术家的身份 然后我开我开始可以就是喷射我的荷尔蒙 就而不再认为是一种自恋 所以就是好像那个标志就是我开始画那个自画像 就我原先会认为自画像是一种特别自恋的东西 然后我就是会觉得看不上这种表达 但我当我开始画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是出于这个目的 就是我想知道我到底长什么样子 然后我想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然后我就开始画画完之后刚开始画的时候 其实我还是不太能够承认自己是自恋的 但我就是慢慢的我发现我开始变得很自恋 然后这个自恋的同时也让我找到了我的主题 嗯嗯这个还在画当中还是画完 还在画当中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画完 对因为有现在有更吸引我的东西在做之中嘛 然后我我也会就是因为前段时间经历了一些社交上的挫折 然后那个时候我又又就是我觉得它是它不是一个上升的过程 它是一个波动的过程就是有时候会下坠到一个谷底 然后有时候又上升过程 嗯嗯对就是你对画这样的这个那个那个方式 嗯也会让我想起我在家里面画壁画 就是我对它没有一个完成的那种 就是很切切要赶快完成它的那个节点 嗯我觉得就是你有空有空我想画的时候就画 嗯想画的时候就不画就是我可能会有 嗯就是我比较想问问你啊 也是跟今天咱们这个主题比较有关的就是 就是依自家的生活都是什么样的 能不能聊聊我们平时的生活 然后就因为我们也是就是因为这个党权才认识 嗯对对我们是教练功不敢量 对就是因为就是我也比较想给听众 就是提供一些一些想象对对生活的想象 比如说除了我们既定的这种啊就是找工作呀 然后进入这种啊很资本主义的这种主体的 这种生产主体的方式以外 是不是有可能就是有一些其他的生活的可能性 那我先说你说呗就是就我还是回到你一个前提就是 就是我你因为你问到个人生活嘛 嗯然后但我有一个前提就是我 往下要说那个东西为什么能这样子 是基于我真的是不结婚不生子 不建立家庭不买房的啊也不买车 甚至就是你要我包括就在这样的的话 其实在中国作为一个男性 但作为一个女性更难哈就是选择这样的一个生活 已经是很少一个就是就很少人能这样这样过这样的生活的 然后如果是基于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话 有点说站着说话飙腾了 这个意思就是就我现在我前两年会突然发现 我如果一年下来收入到达10万的话 我真的是基本上到达叫做就是叫什么财务自由 财务不然叫财富财务真的是自由啊 10万人民币就已经完全自由了 所以那那也就是所以我这种我觉得像我们这种状态 他不他只能够是就他只能够提供一个个案的状态 他他就所谓的站着说话不腰疼 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说日常生活 就是很就就很舒服啊 就讲一讲呗对 就是比如像啊我今年已经44岁了 然后我就为一个一个个人啊 就生活在广州20年 然后我前10年是在城里面 就后限时来年是在一个城郊村 就是现在所谓的小州村 然后他的月租你看就是啊公呃 住宿加工合住工作室 我一个月只需要付出月租金大概是1200 所以他的就是就是他的层面很低的 嗯 然后每天就是会睡的想什么时候起来就什么起来 嗯 然后嗯也完全不焦虑嘛 我觉得在中国如果一个人能够很不焦虑的生活 已经是很幸福了 就是我觉得 哈哈哈 那那比如说这个你大概在小周有生活多长时间 10年10年 对但是不焦虑的话 哦对我还再加一个就是 我现在就所谓不结婚不上纸什么不买车满郎之后呢 还加现在还加一个状态就是不谈恋爱 哇 那就更那就对那就更没事干了 那不是谈恋爱 就是那是开放关系 就不是一对一封闭的那个恋爱关系 哈哈哈 那你要讲详细一点 对对对 所以相对就是说你那个前提就是列出来就是说 你缺点了很多社会期待的一些享乐和欲望 对那个身份责任哪拜拜 包括你的欲望就是那这样很低 那就比如说你也可以讲讲就是说 你练功这个事情是有开始 这个就是我们有一个朋友嘛 他是练功10年 就是所谓内加拳这种东西 然后他也是一个 就是很注重这种各种 就是替代性生活 和各种可能的时间的一个朋友 他也想分享 因为你想传统传武 现在叫传武 就传统武术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精致塔 和付权的结构的那种的一个行业 就是虽然说现在没有以前那么变态 但是还是会有 在这里面的话 就我举个例前日子 他叫了他一个师弟过来 跟我们一起玩推手 他就完全玩不过了我 你想我是一分钱没有交过的 就是跟他学的 然后他这个师弟就交了很多钱 这里面有个问 就我问 我说我就很惊讶 我说我就问我们咱们这个朋友 为什么会这样子 他说就是 他是一个门派的一个束缚 问题在这里头造成的 那就是他分享这一套东西 就是他学的这个东西给我们 那是基于是我们是作为朋友 而不是一个师徒关系 对 也就是说这里面会带来的 就是一个人相处模式的那种 就理念层面上面 就是结构层面的一个实践 一个改变 就是我们每个人自己会有记忆 就是有自己的特长 但我们可以不用售卖的方式 就是一个师徒关系 或者老板跟员工之间的关系 我们可以是作为一个朋友之间横向的 互相的交叉分享的这种关系 这个也是某种 你可以说是一个社群的那种 那种那种关系 关联 就是一种互助状态的 对啊 这样的一个社群 那这个东西他原来就是不断 一直会分享给我 然后后来 后来我觉得就是如果是能有更多的朋友 在一起去玩这个呢 大家会学的东西更好 所以就慢慢变成 现在你说就我们每周二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嗯 练功活动 是嗯 对 那平时你收入是怎么样 就是怎么怎么有什么方法来占起 都很杂嘛 就是嗯 当然这两年收入少一点 就那毕竟你都就是说 比如我有一个本港的画廊嘛 然后赤子会有生产嘛 对 嗯 那那赤子的生产 他他的每一期都很 就卖的有点贵了嘛 就我们自己都卖不起来 买不起 对啊 然后 每一期都买不起 嗯 嗯 啊 对啊 就是生产 就是收入很杂 嗯 就是有一部分是 啊我们自己就就就啊我们有一个经验是什么呢 不做亏本的买卖嗯 甚至是做艺术也不是为艺术牺牲 对 就是不做那个为 就我非常否认艺术牺牲 嗯 我也嗯 就是比如自己从来都是赚钱的 只是他赚的多少而已 嗯 嗯 然后也会这个怎么说简单来说就是说我们就是身边的一圈朋友我们会这样子做艺术实验就有作品有项目的同时连带着我们自己的这些作品然后项目的发布就是对外的那个也我们也做完了也做同时也会还会连带着如何售卖这块我们就是经济模 这块我们也在做就是我们自己慢慢铺垫好整个整个运转链条就而不是把把我们售卖那部分或者说展示那部分交给一个系统交给一个呃经济系统就例如像资本系统去运转比如正式的画廊 对对但我我不是说完全否定那一套只是像我们这类的人那么多年期真的是钻不进去嗯那就钻不进去然后要钻的话很不舒服那怎么办就自己搭建这个整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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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链条吗这个模式大概是这样子所以现在的收入的话一个是就我们自己可以做做东西和售卖 然后同时会也可能会做些展览对然后你然后包括也做一些策展跟跟一些和单位呃机构合作策展然后里面也有一点收入包括也会可能会对就是呃偶尔会接一些商业活但嗯这样子去对我大概是这样子就差不多ok就行了但前提是就是我的存款基本上是在1万和2万之间跳动就这样。 但是我不焦虑 我一点不焦虑 就是一万大人 但是现在已经掉到一万之下了 我跟你一样 所以我吵叫了一下 我最近就有一点点觉得 要有另外一些钱要进来了 不进来就有点 但我也不是很焦虑 我觉得 就是我像去年我的收入 我跟飞红其实差不多 但我比它更不稳定 就是 我还是需要现在 自己找路子的那个状态 而且我就发现你靠艺术本身 非常的难赚到钱 就假如你要赚到钱的话 你肯定也要做一些很不舒适的 这些改变嘛 嗯 去年 我在做的一个事情 它跟我的爱好有关系 嗯 因为我家是生意人 然后我是非常的喜欢 就是 穿衣和打扮这些东西的 嗯 然后 嗯 去年就是在书展上面去售卖一些首饰 我有一个 我有一个商业的店叫做千阳商卖店 就是 它也是参考 就来了之后参考 广州这边的朋友 嗯 比如说我旁边的这个 就是 呃 就发现 哦可以代售 嗯 然后 从生意上面去和朋友进行往来的话 就经济上面进行往来是以前没有想过的一个东西 然后发现这个东西很很有效 就是它的非常持久 然后非常的有动力 嗯 可以继续 然后 呃 今年的话 稍微好一点点 就是靠的是展览 就是比起做生意肯定轻松 就是而且它更符合你的那个创作状态 不必要把自己割裂开来 因为我觉得在做生意的我 我感觉我是在去扮演一个角色 嗯 然后但是在做艺术家的时候 其实没有在扮演什么 就是我就是这样自然而然的就出来了 嗯 我一个月 我一年的收入比飞红还要低呢 但我也就这么苟活下来了 就是呃 差不多 我估计应该有到3万左右而已 或者3到4万 是的 就是3到4万左右 因为我的生活成本比比飞红更低 我这边的房租更低嘛 我也解释一下 就是我去年和今年 我去年应该没到10万 我只是某一年到过10万 真好到了10万 妈呀 我没有 然后我 没有很多打工人超10万 对超10万 我跟飞红刚刚想的是一样的 我也算过 我发现假如10万的话 我就会有一种财务自由的感觉 然后那应该是一种快乐的 舒爽的感觉 像全国飞 对 但其实现在可能就是 就是我 我跟飞红不一样的是 他40来 所以他已经躺平了 我还是躺平 所以我有时候就是因为我家庭 我的我爸是江西的人 江西那边的人 就是那个成功学 还有发财 这个东西真的非常的 从内到外给你压力 我觉得还是OK 对OK 我觉得这个是那边的生活方式 然后好彩我有我妈 我妈是海南的 我觉得其实这个可能对于我现在这样的刚出来的年轻人来说 就家庭的态度很重要的 就是他会非常决定你的心情 对 对 然后一个月一个电话也会影响一个月到一个星期到一个月 甚至一整年 然后我 中国父母太可怕了 就是大部分中国父母都不会跟我们做朋友 那肯定啊 也但我妈就 他因为说 不羞辱我们就不错 对 然后我今年新年的时候 我就回去被羞辱了一通 然后才回来的 就是然后我就会突然发现 哦原来每年的过年 他是负权制的一次权力的巩固 对 然后 大家都话语 他还是开宣誓 对他的主权 你只是这个屋檐下的寄居者 然后我们也说一个 这样大家刚才稍微舒服一点的 就是我现在44岁的年龄 比如我今年去回去家回家过年 父母的这种羞辱已经无效了 哈哈哈哈 他们已经 他们已经发现他那一套词语 都对作用在我们身上 他只会更失落 太好了 太好了 我们也见识到40 对 就是19年香港有香港的那边有一句话 就是 他大概意思就是 就是我们只要活的 比他们更老 我们就会胜利 哈哈哈哈 我们后比他活的更长 更长的时候我们就会胜利 就是这样 真的啊 对 像我过年都不回家了 嗯 我也准备来年不回去了 我已经连续6年 还是7年没有回家过年 是去年年底 就近年年出世回去过年 嗯 但我觉得也就是可能也领悟到了任何人的关系 就是因为我差不多最近两年间我都在跟我父母就是说强调一个事情 就是就像他们对我做的那样我也反过去对他们说就是我不会结婚 嗯 我也不要期望我生个孩子我是事业型的 嗯 然后我觉得生孩子并不能够实现我的价值上的追求 然后我还跟他说 跟他们说就是我在做我想要做的事情可能收入很低 但我觉得精神上的回报是很大的 然后大概就想要用他们生意人的那个呃 语言去跟他们描述嘛 当然也画了一些大饼我非常害怕接下来这些大饼会砸我 砸像我 呃 但我妈她今年就是她昨天其实就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她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就是就是她突然觉得因为我邀请我妈 就是我有另外一个组织叫女儿国嘛 最开始说也提到过就是那我们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妈妈的故事 那本书的余波非常的长漫长 然后我妈她是其中的一个作者 也是里面共稿最长的一个作者 她原先其实我要跟她解释我在做什么的时候 她她的她是不信任的 她就会说我不懂艺术嘛 嗯 但她自从参与了这个东西之后就是她会跟我说 我觉得你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 哦可以有体验啊 哇好棒哦 哇然后呃那即使你不赚钱也都可以 然后我这个时候也就是开始享受这个嗯二胎家庭的福利了 就是小时候是受苦就是动 我父母在我小时候比有一点中男轻女 但后来因为这种都市生活长了之后他们也发生了改变嘛 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因为我弟他是在做一个上班族 然后他也基本上就是呃在按照一个轨迹在生活的 所以他们好像也许是因为我弟实现了一些东西之后 我就不必要去承担这些东西 甚至是他可能也有某种可能他们也对比了你跟你弟之间的某种差异 还是能感受到的 我觉得作为一个人 嗯 就就是一个是可能是你弟满足了他们的那种 需求到同时对不对就差异嘛就某种灵活嘛 对啊那这个还是很好 嗯就我觉得你像你做妈妈的故事然后会要妈妈投稿 然后他会某种认同 这个也会让我想到那个就万青他要做早餐食 就是处理跟家庭的之间的这个关系啊 这个太厉害了 就是这个是我觉得是至少在我身上是无法做到的 嗯 就是我跟的原生家庭父母只能够用简断食 就是就是我要做的事情我无法到达他的那里 就我没有这个能力 嗯 就我自己觉得 就我觉得 但我会觉得比如像在你啊万青生会看到这个 嗯 但其实我觉得你每次这么提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难受 就是因为他会给我一种感觉就是还是因为这个性别在作祟 就是呃我会觉得我被关到了一个围栏里面 就是你是在这个这个围栏里面去评判我们的 不是就是在一个更大的这个草 就是这个农场里面去评判我们的 但你们男艺术家都在这个农场在这个A面 然后我们女艺术家都在这个B面这个这个围栏里面 嗯 我我这个我不知道呀 但是但我就我只能说我从个体的角度来说 就是你你一个人你处理不了你的家庭的关系啊 我也处理不了它是很缺失的一部分 因为它直接会造成我现在所谓不结婚不孙子 不孙子 嗯 嗯 就是这个A面是什么是什么样 就是我不知道就就特别随着我年年纪的增长的话 就是你家庭我也说不清 嗯反正反正我觉得就是至少在你跟曼青森 让我能够看到这个我只能这么说吧 我处理不了 那那你来小周大概有三年 就跟总度过做了些什么事情 就分享一下 比较 然后和和拖延做斗争 这是我的梦想 但是我画的没有那么平板 你不要说 就是嗯 和拖延做后斗争的这个间隙 然后去去做一些事情去解决自我的焦虑 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是这样 然后如果从那个A面的角度来说的话 就是来广州之后就是发现了一个可能性 就是原先的世界里面无视掉的可能性 就是女性和女性之间 它可以合作可以建立公共的关系 然后你自己不管是作为女性还是作为人 你都可以作为一个搭起一个平台 假如周围没有什么活动的话 那你自己做活动 然后你可以通过一些低成本的方式 自己去生产 然后想办法跟这个经济搭上关系之后 它就会开始运转起来 嗯 我的话 嗯 其实我之前有 就是读过一篇文章嘛 就是叫做那个Pill Time 就是讲那个酷尔世界 就是一直讲酷尔 他那个人生的那个 嗯 应该说行程安排 他不需要像社会主流一样 就在哪个节点 他就一定会结婚 然后生子 然后就落定了 然后 嗯 其实对酷尔来说 他可能这种可能性是可以在人生任何一个波段出现的 所以我当时也会觉得那我既然已经选择拥抱我自己这样一个身份了 我也不打算结婚生子这样子的话 那我觉得那我就要从行动层面上去实践他 所以也就是在我那个 我是去年9月份的时候来到了广州 因为之前也在南京生活了五年嘛 因为我父母是那种很典型的那种小城市家庭 对儿女的那种希望 所以觉得你要是从小地方来个大城市的话 那你就应该在这儿落定下来 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然后父母帮你付首付 你在这儿买房了 就这样子 所以他们总是会给我这样的一种 就传递这种信息吧 就是之前老师希望问我要不要在南京买房 然后现在又问我是不是决定在广州定下来了 这我真的没办法 没办法跟他们说我要定下来这种事 对然后我会觉得我跟我父母 他们对这个世界运行方式 或者人生的运作方式的想象 是有巨大的不同裂痕的 就是我行为上没有选择进入一种轨道 就是朝九晚五的轨道 然后呢我也确实就是像前面提到的 因为没有选择去当一个全职的上班族 没有选择这种生活方式以后 就等于是没有了参照模板 对于我父母来说是很危险的 然后他们呢因为他们所了解的世界 都是人的运行这种分工很明确的嘛 所以他们会觉得你既然不工作 那你是不是在广州里面那就是消费 他们会这么想那你是不是特别一个消费者 但是我不是这样 我去年是兼职了一整年就是写商业稿件 写了一整年 虽然只是兼职啊我也觉得非常的辛苦 给我的健康造成了很大的损害 我去年底的时候突然一下耳聋了 幼儿然后住院住了一个礼拜 对就打针来着 但后来听力恢复了 就是我就感觉那种状态是让我很焦虑的 嗯 今年就是因为也是跟身体 你这个健康给我的提醒有关 我就决定我不再做那件事了 我现在就做我就专心写作 或者是做一些艺术实践 然后我发现我的生活其实更充实 就是更饱和 就我每天就读读写写又一天就这样子 然后周二会出去练功 然后周末出来交际大概就是这样 生下时候就读读写写又一天就这样子 对而且你就感觉学不完的东西 对 是 而我也并不是说像我父母的那种想象 我就是来这边花钱的 我其实也是蛮节俭的 毕竟我现在只是在靠我去年的机器 我太懂了 我今年就是像去年 然后一定错三七 有好一些朋友一直说就是 按现在的整个这种社会状态 就是很多资源父辈一直霸着 我们年轻一代就没那么多资源 能啃老就啃老 大方啃老 我有好几个朋友就是 他后来慢慢也是很确认这种啃老 之后反而他们的状态会更好 然后也会慢慢反而就是开始能够赚钱 就之前一直焦虑工作 然后去面试什么的 一直那个状态也没有调对 就是特别难受 就只要就 哎那先啃老嘛 安心啃老嘛 反正整个人就会松 他的主动性会更强 就关起嘛 我想起来 我想起来我刚毕业的那段时间 我们吃了一顿送别饭 然后那时候我们老师跟我们说 你们要厚着脸皮 啃老啃到40岁 不然你这个艺术就做不下去了 哇送上了 我就是觉得我好感动啊 这是很就是很掏心掏肺的建议 但但是我还得想想 就是只要是跟父母的关系啊 处理的ok的情况下能啃啊 就啃 嗯 你跟我父母关系处理的不太ok 但我也啃了 就是 这是软瓣硬吃的 真的啊神啊 特别啊 我觉得就是这个 这期播客的主题 都可以在这里 啃老啃 你安心啃老 获得自由什么鬼 我不知道 人生境界什么什么 我是没办法 我啃不了老 哎 就是不然啊 你能啃老多少 我说我之前抑郁症嘛 然后那会儿确实 不管是继续上学 考学还是工作都存在困难 当然当时 就我们家其实不是那种 它能够完全让你没有任何名油的 就是烫平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要 呃 我在准备考研 或者我准备考教师资格证 我就有这样的一个由头 我说我在学习 然后我就在那儿 呃 那天我去你家 哇塞东西的表演 就是这样 对 其实我觉得他们心里也知道 我没有把真正的 嗯 心力投入在就是 往这个 进入这个体制这个大门的 这个这个跳跃上努力 我没有这个打算 我也从来没有对这种心存向往 嗯 嗯 我刚才也特别想一下就是 我确实可以稍微展开啊 聊说一下我就是在 就我日常的每一天大概是怎么过的 就是可以聊的具体一点点 是 嗯 也就是基于刚才的那个信息的话 然后我又生活在所谓小楼村 然后身边确实就是有一群大家的朋友嘛 嗯 就大家其实就二十来人 就都是那种不上班 呃其实也有个别上班的哈 嗯 就我呃怎么说呢 就有好一些朋友 他们我们自己每个人有自己的家 就住处就 就我觉得我们都是二等公民嘛 就是都是租客 嗯 嗯 像我们这种青青年 就是二等猪客 很容易我们自己会形成 所谓的一个群体 就是散落这样子 就在小楼村 我自己是与村友相称 就跟大家 就我们也有一个群 就微信群什么 日常都是聊吃吃喝啊 但像倩阳说的 包括赤子啊 盆树洞啊 有活动啊 我们也会做这种发起 嗯 就是所谓的单位化的那种活动 但同时更多的时候 其实我们日常就是个人的 朋友之间的这种相处 就是就吃吃喝喝 就哪里吃饭好吃 然后或者说做个饭啊 然后聚会啊 吃 就还还是说 从日常这个这个场景来说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作为个人 个体的原子化生活在里面嘛 那在小楼村的话 对我来说 我会觉得就是这种是有一个横向关系的 一个很小的这样的一个群体 网络 大家互相在这里会更多的有照应 或者串门 是 嗯 在这种相对低成本的这样的一个很松散的群 这个群落的话 就它会我对于我个人来说是比较舒适的 就嗯 没有以前像首门社会就是在老家啊 或者说是在一个公司的结构 或者单位 那个大单位的这个结构里面的那种 那种 颜色关系的话 像小楼的这样 我们这样松散关系的话会更舒服 虽然说它可能充满了不确定性 就可能它一冲就散了 或者是我不知道啊 就是但是这种很松散的这种关系就是 就我个人来说是非常享受和舒服的 因为日常的运转也比较的 这个嗯 需要的这个资源也不是不需要特别多吗 就是我要赚点钱吗 对 嗯 所以我每就每天起床 可以一天没事干都没问题 就类似三个 那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说 我反正反正我有一个感受啊 就是说我觉得我目前回谷就是大概一年 也没有什么工作 就是就是表面上是说在申请 其实也是在申请 其实还是没有申请到啊 那那就是我觉得我的这个状态呢 跟别人在交流的过程当中 特别容易被冒犯 就是我会感到被冒犯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他就问我 就是比如说我前两天在晚上聊天 有一个女房子他也是 后面要到这个基大来上学 对他就问我是 是在广州工作吗 嘿嘿 然后我就说我目前没有工作 然后他说那你是在广州政局吗 他说我不知他什么 怎么没什么他怎么要定居 然后我可能也就住一段时间 然后就等等这样的一些提问 就包括有的人可能一见面就问 你是哪里人 对吧 等等这样的问题 我都会觉得我非常被冒犯 我不是冒犯怎么回来 也没法回来 我来引入一下 我上次跟万青聊天 我们聊到这个事 他说他爸爸在他老家的时候 就别人问他说你女儿在广州做什么 他爸爸说我女儿在广州没有工作 然后万青知道了以后他挺不开心的 然后他就跟他父母去做了一次沟通 他就说你不能以后跟他们说我没有工作 我在做艺术做导演 在拍技术片这些也是我的工作 只是不是上班而已 对吧 只是不是上班 不是你们原本设想的那种所谓的那种规范性的工作 但是这也是一种工作 我觉得很同意 我觉得每天读读写写就是一种劳动 就是区别上班和工作 对 包括他其实他隐身说了一点 就是你对别人说你女儿是有工作的 也还有一个前提就是有利益于你们 就是父母在本地所谓社会的这个 小层的跟苏条 对跟苏条 就是你一旦你说你女儿没有工作 首先这个不是事实 第二个是你会会教成你自己的那个朋友 嗯 就是就就其实这个话说来 有可能就是说别人对你这种冒犯是 他们的约定俗成的那种概念在在周外 对就是就我们要反过去 反过去去修整 我们要去反扑那个主流社会的认知边界 对 就像开始我跟你说的 我们那个女儿国另外一个主编交奴 她在今日上班 然后她把她的同事给策反了 然后她同事本来是那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然后周末是拿来睡觉的 就是这样度过她想象不到有更多的 就除了逛街和消费还有睡觉之外 有没有更多的这些东西 然后江东就就会让他们产生一种好奇 就是你周末在做什么事情的样子 然后具体是做什么 然后他们会突然发现 原来有一些事情是不为工资 只为自己的喜好和自己想做的事情而去做的 然后这些事情刚好也会产生一些价值 但这价值不是用钱成功学这些东西来衡量的 它可能就是一个一次和别人的搭乘的一个情感关系 然后一次就是让一个普通的人去叙述他自己的 然后又可以向别人去把它公共化做成一本书 然后展示给别人的这些这些事情他在做 然后他的同事之中好像有一个就被他策反走 对 对 就就也是因为我就是个人的经历嘛 然后就是这个实验对 然后我前段时间就是想到了一个概念 叫做这个后生产主义 这个这个概念呢其实还没有被拱犯讨论 首先他第一个语境 他目前我去搜这个Post Productivism 他出来的是一个农业上相关的词 就是说我们他炒的是这个土地的使用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能够以一个后生产主义的方式来进行种地 就比如说不用化肥就是不是使让 不是以这个土地的这个生产最大大的一个房子来进行种地 而是说你可能比如说让这个土地发挥一些其他的作用 比如说观赏啊或者是搞一些意识装作 比如现在现在好多国内有搞这种艺术下行的这种活动啊等等 当然这是第一个语境 对但是我使用这个后生产主义的语境呢 是探讨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现代的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当中 我们能不能想象一种就是说超越这个生产和消费 这样一个二元对立的这么一个生活方式 就是说我们的生产就是我们的生活 不是以一个这个经济生产为主或为目的的一个生活方式 而我们的生产可能是更多的是符号的 价值的意义的哪怕是艺术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对因为大多数的人他其实赚钱 就是当公司很多人去在公司进行工作上班 他可能他的他的意义他也不是在生产 他可能也不是说为了这个公司能赚多少钱 而是说赚了这个钱他之后能够进行消费 能够进行买房能够去酒吧去唱歌 然后你去观察很多人的这个朋友圈 他发出他的这个东西就是一套这个中产阶级的这么一套生活方式 包括这个审美的价值观也是他去酒吧 然后他购买这样东西 他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后生产时 后生产对 就是后工业社会当中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生活方式 是以消费为驱动 对所以他们的意义是来自于这样 那另一拨人可能不是比如说商人 他就会认为他们的意义是来自于他能赚很多钱 但是呢他其实也不太会知道该怎么享受 他其实觉得自己能够完成这笔生意能够去赚钱 他们就觉得很开心 那我们大概都可以把这样两种方式 放在这个生产主义的这个角度当中 因为消费和生产基本上是一体两面的事情 那因此呢其实我就是在在想就会跟大家聊一聊 你们会觉得就是说这样艺术家的这个生活方式 是否呃可以呃就是说呃成为一种后生产 呃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想象的可能 就是否是一个就是值得的一种生活 就是可以从一些细节入手 就比如说我感觉我最开始接触广州这边的艺术家 就感觉有很多人也是会自己做衣服 或者是改造一些就物料 这个就等于是跟主流的这种消费习惯就区分开了 就不是你天天逛淘宝小红树上有些买啥 对你就等于是你要开辟一整套自己的审美 然后以及一种配套的呃哪怕是穿着方式 或者是呃说对于物品的对待方式吧 我觉得出于这个呃艺术家的主体感在做做碎啊 我当然不愿意我们在做的事情被你这个话语收编进去 然后呃我感觉我们在做的事情可能反而是非常积极的 在寻找和经济搭上关系就是画画也当然会想着就是想着要去卖 然后只是卖不出去而已 然后我们在做生产就是也在积极的就是想要去卖 这个是可以卖的出去因为他是当成商品去卖的 艺术品的那个价格还是在国内没有这个习惯就是说 商品作为商品去卖就是市场 他不是一个完全100%的巨瘦 就是是一个奴隶主 对我觉得就是我们做东西 然后作为商品去卖是没有问题 只是说我们没有就是整个价值观是按照他的一个 就是要不然就进入他这个大转轮 就我们可以在他转轮边缘 就是能嗨一下然后就就是我们不被卷进去就可以 是不是 一个是这个 第二个是就我觉得作为一个 我觉得作为一个生活在这个大陆的一个人 那就当然这个是我的观点 我觉得现在大部分其实很多人 无论是他有意思还是无意思 他要所谓要对抗的 或者说要处理的这个矛盾 除了所谓资本主义 很有一个权利的东西 对 就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说现在我觉得就在这里的话 它是一个国家极权资本主义 就或者极权加资本主义 没错 就是就是基本主义在在这个权利里面笼罩的 就那更多人是被这个 就我们所有人都要就是首先是这个权利的笼罩 然后然后才是本主义 这个东西就太复杂了 对 不知道啊 真的我们都三个挺可怜 就是 就是 好可怜 对 唯一呢有一个这个 一点点缝隙 对 就是用艺术家这个 这个身份去盖掉了一些 就是没那么就是很狼狈的事情 对 所以其实我们没有那么高 对 我就比如说这个艺术作品 我的意思是说 也不是说不介入这个体系 而是说它是不是以这个东西为目的 就比如说它是可以买的东西 而不是说它的生产就是为了买 就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牛奶它的生产 就是为了卖掉 就是说它是一个可以卖掉的东西 对 那艺术家的作品它本身有一种特性 它就不是这种 呃 呃大工业批量 批量化的厂 没有啊 等于是可以的 我就可以啊 我前段时间就复制了我一张画 复制了四遍 都卖掉了 呃不是 就是只卖了一张 然后你看这就挺惨的吧 我想一下就是 我觉得我理解你想说的那个东西 可能就和最开始提到那个塔可夫斯基的话题 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些艺术生产这些东西 我们是有一个内在对自我的要求 嗯 然后这要求是摆在商业和售卖之前的 嗯 然后 有权力 嗯权力之前的就是这个东西更重要 就是我要达到某种强度某一种深度 某一种高度 然后这个是我自己对我做的这个要求 然后我这个放在最前 然后我去创造一些东西出来 然后但是我并没有我不比气 就是我能卖 就我觉得 我觉得 在这边还有一个审美 就是对我来说我会 不太把自己放到一个更高的位置上面 然后我会想要用眼睛看到这个平庸 看到这个日常和烟火的这个部分 然后我也就是承认这些身上存在的很多庸俗的东西 然后我也喜欢这些庸俗的东西 我喜欢钱哪 呵呵 只算不到而已 我可能更悲观一点就是说 就做这些东西都是找点缝隙 嗯就能够稍微的可局部的逃脱一下 就是某种统治就是逃避统治 就是这个东西是跟国家权力有关系 强权有关系的 也跟就是那个资本权力 就是要把你变成那样的一个 就商 就你个人劳动作为商品的 这个我们都是作为一种 就是逃避这些强权的这个实践而已 就是那你要想着能推广就是可能性 我觉得我不知道啊 就是至少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很普通的 幼神个体幻想的一个东西 嗯 就你自己不是孤单的啊 因为你孤单是很很困难的 就是就是还是找同温层 对就我会觉得现在大家会觉得同温层是一个负面词 我觉得没有 我也我的同温层太少了 我要更多的同温层 嗯就那你同温层越多了 对而且你也你也可以像就是曾经就是被点燃的 你也可以去点燃别人 嗯就是呃我最近就有两个伙伴就是他之前买到我这处 然后我跟他交流了一些东西 然后我第一次就是开始发现我可以跟别人合办工作坊 就是跟他有关的 然后我就跟他做了一个手环书的工作坊 这个他本来是送我一个礼物 然后我就说那我们可以做一个工作坊吧 然后我们就一块做了 那次合作非常的愉快 然后后来我其实我不知道的是原来他就是从广州回去之后 他就开始画画了 然后他后来专门的发了一个推送 他说了这个事情就是他说 其实是因为来我这里住了之后 他随手画了一些东西 因为在我这里住需要用土鸭来做一个交换 一页换一页这样 然后他他就突然发现 哦原来会画画画是一个很可以很轻松 然后你只要享受他愉悦的部分的这件事情 因为他原先就是觉得自己画的不好 所以他就不画了 嗯他就开始画画 而且就是现在我觉得是他的那个也是开始就是那个自我 那个主体开始浮现出来那个线头被扯出来了 当然之前肯定有他自己的非常非常非常多的积累 我可能只是一个激起了他的一个摩擦 然后产生了一个小火花 然后刚好就点燃了这个事情 然后我会觉得这也是我们增加同温层的一个问题 其实我自己感觉啊 我就明显也是被 我是被这个主流社会的这个大大杀 筛筛漏子筛出来了 筛漏子 对对对 就这个筛 对筛网筛掉落了 因为我没有办法进入996而保持正常 对我不行我一定会生病 不管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 这个已经检验过好几次了 我每次尝试打工的话 就是尝试当个小白领 只要超过半年绝对会出问题 嗯对 所以嗯那我可能就不是这块材料 嗯对 嗯 我们不是这样被奴隶的材料怎么办 那怎么办就是要找到更多不是这块材料的人 嗯嗯 我我我其实也知道这个权力是个大问题 但是我完全想不到任何方法来进行抵抗了 没有就逃啊 嗯就不要跑路倒是个方法了 所以就逃的 不一定说要你跑不开 嗯就是逃了 就是就像像这样子逃嘛 嗯对 包括我觉得这个聊天也是某种逃 某艺呢 不进入996也是逃 不结婚生子也是逃 嗯对 嗯对我觉得 不努力赚钱也是逃 对我现在想的是我们这些例子啊 嗯对于那些对于这种主流人生适应的很好的人来说 是没什么参考性的啊 他我们能提供的参考性就是本身在这里面待着不舒适的人 嗯嗯 那那可能本身呢又有点别方面的兴趣和才能 那其实也可以试着成为同文字 是这样子 对 那那最后一个 嗯 话题呢想跟大家聊一下这个 就是你们怎么看待这个艺术和生活之间的关系 就是我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就是 嗯嗯 因为我硕士论文写的是啊 TI嘛 党先就有一篇著名的这个讨论 就是讨论艺术和生活 他举的例子呢 就是包法利夫人 然后呢 他那个应该就是在那个 呃 是分明的 然后呢 包法利夫人为什么被弗罗拜杀死了呢 就是因为包法利夫人 没办法分清什么是艺术 艺术会生活之间的界限 因为他经常去呃 想买一个非常美丽的这个家具 然后就想象自己活在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 对 那相反 朗西埃的态度呢 是他非常去提倡 或者他去认可包法利的这样一个行为 他说包法利之所以没有把艺术和生活之间的这个界限分开 其实是他做了呃 曾经的这么一个有权力 呃 规范出来的这么一个等级制度 那因为今天我们也是要聊这个呃 就是艺术家的这个生活 所以也最后可能就是想问问你们 有没有思考过这个艺术与生活之间的这个关系 我觉得 其实好像之前我已经主动的回答过一部分 就是我觉得做人很重要 就是呃 现在对于我来说这个艺术和生活 它很大程度上是没有再做一个区分的状态 嗯 我的艺术是为了解决我对我自我的不满 目前是这样 暂时最大的动力是来源于这个东西 来源于我对周围的环境和对自我的这个不满 然后我想要去成为一个我我自己想成为的另外 呃或者说不是另外的一个人就是想成为的某一个人 然后这个人也是我自己本身 然后出于这个目的我会想去做一些尝试 比如说我想要去理清楚就是我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 然后那可能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就是我会发现我和母亲的关系 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系 所以那我和我我现在在做的一个那个架上的作品 其实就是呃在处理我和我母亲的关系 然后还有爱情恋爱这些东西都混在一起 然后当我发现就是当我接受了就是我的母亲对我造成的巨大影响之后 就我就发现这个地方就顺了 然后这个是生活我的生活和艺术的关系 还有另外一种实践的方式可能就是比如说像之前提到的那个 在恋爱之中你作为一个女性你会掉到很多种裂缝之中 然后你的身份就无法稳固下来 你要不停的像一个变色龙一样被这个环境所改变你的颜色 你可能在一个就是那个张郎君的家长面前 你就是一个公顺的女女朋友 然后但是你在现在的这个谈论的场合 你是一个在做艺术的人 一个艺术家 然后可能在其他的这种场合 你又会是一个别的人 然后你好像总是要去适应这些身份的转换 那为了就是那我想要去固着我自己的身份 那我就会做一些尝试 就比如说我要做一些更可见的事情 我要让我的身份更公共化一些 然后而不是就是在这个B面里面 这个B面A面是那个从您开始的女性主义里面 填方提出来的一个东西 就是A面就是指上班族啊 然后资本啊 市场啊 然后公共的关系啊 公共的空间啊 从那个B面就是家庭啊 生活啊 情感啊 照料啊 这些再生产劳动啊 这些东西 从个人的角度上来说也有A B面嘛 就是那一个人的A面可能就是坚强啊 冷酷啊 勇敢 然后这个会社交啊 然后 一个人的B面可能就是他的脆弱啊 软弱 然后无能啊 失败啊 这些不被接受的部分 那我觉得我可能就会想要去寻找一种 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下面尽可能的使自己A面化的一个过程 然后这A面我不一定想要进入到这个男性之中的这个A面 而是想要去创造出就是女性和女性之间友谊的A面 嗯 嗯 嗯 其实我在回答最开始那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有讲过了 我是觉得我讲的是我们这部分艺术家 嗯 就是可能每天吃进去的一切来说 对 这个都是灵魂的构成 嗯 对 我会觉得这个我产出什么 它是产生 诞生于我这个灵魂的吐息之间的 对 我做工作不是用我最表层的肌肉去做创作 当然有的人是可以这么做的 就是比如说工匠啊 或者是你比如说工程画师 他可能是指派的那个东西 可能跟他最深层的欲望是没有任何关联 跟他的好奇心没有任何关联 他只是可能功于此 他是用这一块很熟练的肌肉来做事 那我之前写商业稿件是这样子的 但是我觉得我做艺术不是这样 他是要调用我灵魂的所有角落的 所以你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那确实是边界取消了 嗯 我的生活里面 他可能任何一个点 他都可能触动到我 嗯 但是上次我们也聊到嘛 其实做学术也是类似的 就是你看这个大千世界上有那么多的议题 为什么有一件事就能够拽住你 越走越深 越走越深 它一定跟你灵魂深处的东西 它是勾连在一起 然后你觉得你必须要顺着这个问题 你才能解决关于自身存在的问题 这个我很能理解 嗯 但是不过我们在这个 对世界的探索过程中确实也会 被各种各样的热点吸引 就很多东西会抓取你的注意力 对 然后这个 但是不是说所有抓取你的东西 它最后都会落定成为你的主场嘛 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 我也感觉我吸取的信息比较泛 可能我后来也会在这个过程中 我慢慢的发现哪些东西还跟我的 关联是更深刻的 然后我觉得现在的工作机制 艺术家的工作机制 也有很多是群体创作 就同样一件事情 嗯 吸引了不同的人 那我们可能存在一些相似性 那也有可能是 这些东西赋予不同的理由吸引了我 对 但是这种合作的工作机制 我也会很好奇最后能诞生出什么 嗯 所以我觉得一方面 我觉得你没有办法说 排除掉艺术家的个人性 或者主体性去谈这个问题 另外一方面呢 我确实也觉得我们现在的艺术创作机制 在走向一种集体化 对 这个集体化 它内部也是 还是蛮值得聊的 我觉得这样子 看飞红的一件 嗯 没有 我对什么生活跟艺术关系比较简单吧 就是从 嗯 但是观察 就是我们在物理空间上面就可以看出来了 就是比如像千阳 它住处同时又是它的工作室 就比如像就是盘石洞 虽然说现在它已经住了另外一个地方 是要作画画的 但是从就空间的这种重叠上面嘛 就是就生活和 我可以不可以这样说 就是说你的生活跟你的就是 你要在艺术层面上面的实践的投射 它是比较就非常紧密的 我觉得比我还要紧密的 就是因为你刚才那个谈论 就已经说清楚了嘛 就是你就是在艺术里面 就要解决的问题 就最核心的就是你从来来啊 什么这种就很终极的东西嘛 嗯 那种物理空间上面就已经很呈现了嘛 就是很叠交叠在一起 就完全叠合在一起 这对我现在来说呢 它稍微有一点点脱离了 就是说我的家 我住的地方和工作室 它是刚好是两套的忙的 嗯 但我也还是会存在的 比如像我住的那个地方 也叫做本广大画廊 然后我也在我的家里面拍壁画 就是艺术项目 就是我的某一些艺术项目 也会在我的住宿空间里面发生 嗯 但是有但是已经有一相当一部分很重头的 那个引住去了就是赤子工作室 就是它是脱离一点的 然后当然就是赤子工作 那个工作室 它也不是说是一个艺术家工作室 工作室 它是一个小组 就是跟一飞一起合作了 然后它里面还有另外的单位 包括还有一个点很重要的是 它有住宿就落脚 也就是免费落脚 那这个就跟就是说 嗯 它不是只是做生产一些项目的 它更多的是 还是跟网络有关系 就是人也就横向关系嘛 就是人的横向关系 网络啊 社群啊这些 所以对于我来说 现在就是艺术跟生活呀 很多时候就是我会觉得艺术 当然是跟上是有距离的 但在我目前来说 其实就是艺术 确实有很多时候 它是有点服务我的生活 就我要想 就是比较相对客 呃愿景的某种关系 就是就是那个就是生活里面的某种 某种愿景的投射 或者是想搭建的那个那个生活的愿景 就是所谓的同温层的某种关系 就是某种替代的生活方式 那刚好因为我是作为艺术家 然后就用艺术生产的经验去做这个事情 应该是这样子 嗯 嗯怎么说呢 那他跟那我的私人生活 是跟这两件东西是合在一起的 但我也完也还是有 有我完全是属于我个人很 嗯几乎是可能是所谓某 没有某种社会意义的存在的那种 就是未明的或者无意识的那个时间 也是要很多的 就我觉得一个人 他还是需要这个 比如他就是对了一个IP 手机刷刷刷刷刷刷各种的视频 刷就他就是那种不可控的那部分 就我就我觉得作为个人 还是要有这一块的 嗯就很无聊的 就是你控制不了的 没有意义的 仿佛没有意义的那个时刻 就我还是会不要认同这个 只是说我不能每就是都是这样 嗯 就你还是有那个主动的和愿景的那部分 对于我目前来说 这个东西它基本上是 是在一个横向空间里面 可以这样转起来 大概是这样 但就是这个状态 说的不好听一点 它就有点 就不要自杀 嗯 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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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数多くを失くしたって 俺は何を成した 何を残した あいつが慣れて 俺が慣れないもの あいつにはできて 俺にはできないこと あいつがいてて 俺がいけないところ あいつにあって 俺にないもの ないものばかりを並べては いないものねだりのごたくを ただ並べてた 俺は被害者 そう思ってる痛いやつ 気づけば白身が空 タイムアップ ああ このまま夜が明ければ また一つ終わりに近づくんだろう ああ 明日の今頃には 同じような景色 画像で俺を待ってるんだろう 朝焼け 俺を包み込んで離され 朝焼け 揺りかごから墓場まで 墓場まで 俺を包み込んで離され どこかへ 連れて行ってくれよ 朝焼け 時間はいつも俺を置いていく また一つ置いていく 言い訳ばかり覚えていく 当たり前のことを当たり前にできなくて 苦し紛れに つまらない 大人にはなりたくない 甘ったれ たな 誰が空風に吹かれ 辛かった目で笑っていた 世間に晒され 全て暴かれる まつ毛したたる雨 誰か沸かせば 改めて現れた 鏡中の片割れが こういうかまへんやったね 俺はなんでもない こそを気づけたとき それは真の意味で俺が俺を見つけたとき つまらなくていい ふだらなくてもいい もう誰とも比べなくていい 違いや枝たりを認め ようやっと踏み出せた思い一歩目 窓から差し込む光 終わりと始まり を告げる朝焼け 今日はここまで待たね ああ このまま夜が明ければ また一つ終わりに近づくんだろう ああ 明日の今頃には 同じような景色がそこで俺を待ってるんだろう 朝焼け 俺を包み込んで離さね 朝焼け 揺りかごうから墓場まで 朝焼け 揺りかごうから墓場まで 墓場まで 俺を包み込んで離さね ここまで 迎えに来てくれよ朝焼け 朝焼け 揺りかごうから墓場まで 朝焼け 揺りかごうか 朝焼け 揺りかごうから墓場まで 朝焼け ってぃなにまいに 朝焼け 揺りかごう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